周深近些年发展势都强劲 每次发歌都能上热搜 不仅是凭上综艺 各种晚会有他的身影 都能掀起一个小高潮 今年的中秋晚会 就因为他一晚登四台 被网友调侃是娱乐圈最盲打工人 周深的嗓音非常独特 清脆又空灵 自带仙气 代入感非常强 极具故事感的声音 也让他出道至今 被多次邀请为影视剧 演唱OST 周深现唱 胡珠夫人片尾曲 MV正式上线了 这首曲子一经发布 就登上热搜 周深优美的嗓音 有着一种极致的美 又带着淡淡的哀伤 让观众对胡珠夫人中 动人的爱情故事 期待直直接拉满 很多人被周深的歌声吸引 将这部电视剧 加入必看的剧单 周深一开口 氛围感就满满了 不愧是OST专业户 娓娓道来 深情献唱 心无旁骛 有你在 便可以一起到植木 一字一句 全是杨幂与陈伟霆 深沉的爱意 比比成情 字字戳心 这首片尾曲 一无旁骛之吻 为何不选张碧晨 或者其他歌手来唱 而要选定周深来唱呢 当听了这首歌之后 也许大家就明白了 这首歌 在浓稠的江南风景的背景之下 诉说烟雨平身中 为了一份情 经历波折 最终迎来了双向奔赴 歌中有景 有情 有诗 有画 有乌山之语 有洞庭之波 画面与层次 叠彩 分成 这对演唱者的声线 提出了多能近视的要求 放眼内地歌坛 也只有周深同学能搞定了 这次歌名 已无旁骛之吻 应该是没有其他杂念之吻的意思 我一直觉得爱人之间的吻 就应该是心无旁骛的 但是 歌名要这么强调 是不是距离走向 会有男女主之间 由于经历 或者立场的不同 导致互相之间有了猜疑 有互相的试探 所谓的相爱相杀 然后听了歌后 第一遍 我还给朋友说 没那么悲 然后多听几遍 就会发现 这种悲居然有叠加的感觉 因为第一次不明显 然后一层又一层的叠加 就像叠buff一样 到后来会发现 这种无可奈何的悲凉质感 一深入骨髓 就像剥洋葱一样 开始不觉得 越剥越多的时候 眼泪也不由自己流下 周深真的很会 用温柔的感觉唱悲伤 所以越听越伤感 周深的声音 清幽如陈年轻酿 娓娓道来 婉转哀伤 直抵人心 扣人心弦 他总能用最简单的旋律 唱出最浓烈的情感 不经意间打动你我 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他不是在唱歌 而是在诉说心事 深藏已久的秘密心事 他用柔软与质朴的 唱尽人生百态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周深对音乐纯熟的技巧和掌控力 犹如行云流水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士般的自然而然 出道多年 周深也为多部电视剧现唱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几首周深的影视剧OST吧 看看这些歌你耳熟不耳熟 《回声》是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的片尾曲 在2017年发行 由周深演唱 这部电视剧的第二部《那片星空那片海2》的主题曲 《曾经沧海》也是由周深演唱的 周深的嗓音是圈内少有的细腻 清澈唯美的声音 让《那片星空那片海》的故事 多了几分梦幻色彩 《回声》从此曲到演唱 都与电视剧所表达的反谱归正的宁静 不谋而合 在深蓝的大海与天空之间 宁静绝美的岛屿 温润尔雅的娇人王 与海岛少女的相伴相依 看春暖花开 看潮起潮落 时光流转之间 韵味悠长 《梅香如故》 是电视剧《如意传》的片尾曲 该曲由毛不易周深合作演唱 毛不易的歌声更具沧桑感 像被岁月封存的梅香 充满了感伤与怀念 两人的合作将剧中的故事 演绎得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让这首歌曲有了生命 《此生为你》是2019版 《倚天屠龙记》的插曲 也是剧中张无忌和赵敏的情感主题曲 《此生为你》 以大提琴作为主要背景音乐 钢琴随之应和 再加上周深深情的演唱 勾勒出一幅唯美的古风画卷 将张无忌与赵敏这段旷世之恋 徐徐展开 周深还为很多影视剧唱过OST 像古董局中局的插曲 随风 幕后玩家的推广曲 无关 大鱼海棠的印象曲 大鱼等等 都是非常优秀 口碑很好的歌曲 小小的身体 有大大的能量 这句话用来形容周深 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很难想象 各自小小的周深 居然有能量这么大的歌声 也难怪网友称他为海妖了 周深的歌声很神奇 不论是现代歌曲还是古风歌 不论是悲伤还是喜悦 总是非常适配 既能唱出少年的青春活力 又能唱出经历岁月磨砺的苍茫 也是他能唱这么多影视歌曲的原因 期待周深接下来的作品 像大鱼 随风等优秀的歌曲 越来越多 周深的歌曲感动到你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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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